觀眾朋友 請晚光 哈囉 大家好 今天要來回答大家 精壽美設學 your clarification 急速勉奏 是收集網 Tous 1 2 3 7 8 多頁問題 表示大家都 throat在做活動 非常好 所以請大家慢慢的有耐心的跟我一起漂亮到80歲 好 我們首先要來回答第一個最多同學問的問題 他買了這本金瘦美之後呢 每一天都很熱熱做運動 可是過了一段時間以後發現 身體沒有抖得那麼厲害了 那是不是沒有效了呢 請同學注意 一 對的運動呢 就會讓你身體的肌肉開始漸漸的有力量 所以呢 一樣的角度跟速度的時候 當他有力量承擔的時候 你自然就不會覺得有抖得那麼厲害的感覺 這個是表示你的線條開始慢慢成形囉 肌肉開始有了力量 然後很重要的一點是呢 請你千萬不要急 因為這是最重要的關鍵時刻了 當你有力量了之後呢 你一定要再把你的速度再放慢一些 千萬不可以急 因為線條已經開始慢慢的成形了 所以呢 不會抖就表示你身體開始是有力量的 並不是說你的動作 是不是沒有效的 請不要擔心喔 事實上請你還是要每天持之以恆的練習 你就會發現 不知不覺漂亮的線條就出來了 好 第二個問題 非常重要 有很多不管是男生女生呢 那在這次有提了一個讓我覺得非常重要的問題 請大家聽好 就是呢 如果我不是大家所謂的一般正常 比較正常標準的體型 我是屬於比較過重的身形的話 我做這本書會有效嗎 嗯 第一件事情呢 當然我們以一個健康安全的運動的考量的話 我會跟大家說的是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我要求大家 每一天不可以超過15到30分鐘的運動 因為在一個沒有運動習慣的人來說 這是最安全的標準範圍內 你可以負荷的運動程度 適量的運動會幫助到你的身體 過量的運動反而是所謂的勞動 它是會有受傷的可能的 所以請同學不要貪心 那如果呢 你覺得你的體型是屬於比較過重的同學 你當然要更小心我們的膝關節 還有我們身體的各部分腫關節 你要把你的速度再放更慢 所以這次的動作呢 請不要擔心 因為TME我都想到這些問題了 那唯一要請丁禮大家就是 不管你在哪裡 不管是不是做金瘦美的這本運動呢 我都會希望大家可以戴上呼吸 因為做好防護工作再來運動 這才是最基本的一件事 然後重要的來囉 請你更要小心 那每一個書裡面 當我說的章節一組呢 右邊是十大十五次 左邊是十大十五次 這樣子各一組 請你把它再減半 然後如果我是說 從一數到八算一次 請你就一次呢 可能要從一數到十六 把你的速度放得更慢 那對你的身體的壓迫性就會更小 那燃之五也是可以跳的 但是記住 請大呼吸 請穿著安全的運動鞋 幫忙你的身體有適當的 並我們所謂的 幫你的身體有所謂的彈跳的能力的話 你的腳部才比較不容易有類似像 朱立金木炎的問題發生喔 所以記住了適量的運動 安全的運動 你可以做任何你想做的運動 只是我們要把我們的頻率拉長 速度減快 然後呢 跟我一起很安全的慢慢變漂亮 好 然後這個問題呢 接下來第三個問題啊 呼得呼說我有一點生氣了 為什麼 因為呢 有超過數十來個女生 還有男生問的一個 讓我非常非常非常 覺得希望來提醒大家的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就是 老師我到底要多快才可以看到成效呢 是不是我每天三十分鐘 半年內你就能保證我一定可以變得多漂亮 看我氣到直都掉了 記住了 來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 不要問我 不要給自己壓力 我覺得漂亮是一輩子的事情 所以這也是我一直提醒大家的 嗯 你有多快變漂亮 那麼你就有多快打回原形 所以我覺得這不是可以一蹴可及的一件事 所有的地方 線牆它是需要一點一點的累積 漂亮也是喔 所以請大家不要貪心 因為我真的沒有辦法給大家任何的保證 我只能保證你 每一天不要貪心的十五分鐘的運動 不需要多 但是你絕對可以看到你自己 可以慢慢變漂亮的效果 但如果你給自己壓力 就是我一定要在多段的時間內 怎麼樣又怎麼樣的時候 其實我們對身體的健康 或者是不管是心理身體上 其實它都是一種壓力 那樣子對健康也是不好的 所以請同學千萬不要貪心 記住我說的 不要貪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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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花一點點時間 真的每一天的十五分鐘 我們就可以健康的 安全的 慢慢的 但是永遠的漂亮 我覺得這才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很抱歉 但是跟大家說抱歉 我沒有辦法回答大家 我要多久才有效 因為也許你做對了 你會比我給你保證的時間 還在短的時間內 你就變漂亮了 但是如果你沒有每一天 持之以恆 一點點一點點的累積的時候 再多人給你保證 都是沒有效果的 所以請大家就不要再問了 跟我一起每一天十五分鐘 然後我們開始 從現在開始 越來越漂亮 然後想當長腿漂亮腿線的同學們 注意喔 這個動作 我覺得問得非常好 他說在書裡面的 C2裡面 夾兔夢幻腿線的這個動作 如果我們的圖片中 是腳跟並容的 但是說明去有說 雙腳打開很好 可是你看得非常仔細 請同學 依你的身體考量 因為我們這個動作 為什麼會這樣設計呢 因為有的同學 如果柔軟度沒有那麼好的同學 他可能沒有辦法做到 雙腳並容 他可能就已經會壓迫大家的膝蓋了 所以呢 如果你的柔軟度不是太好的同學 我會建議你的雙腳打開做 但是只要記住 你的腳趾頭呢 都要往外 微微的turn out45度 這樣子的角度 它都是有效的 所以呢 不管你是關起雙腳 或者是打開雙腳指柱 腳掌的位置 它是最重要的 然後呢 用下腹部還有臀部的力量 把你的腿線往上用力的夾起來 當你做這個動作的時候 感覺到 臀部的內側 大腿的後緣 到臀部的上緣 它會整個往上 好像有人把你的臀部往上 拉起來的感覺的時候 它就是有效的了 所以當然謝謝你提醒我這個問題 那請同學記得喔 開腳或是關腳 都是有效的 以你往前的時候呢 你不會覺得你的腰部 會有太大的負擔為基準 所以如果你的腰部會痛的同學的話 請你就要注意你的兩隻腳之間的距離 你可以把它打開的大一點 你就不會那麼的辛苦了 然後也可以輕輕鬆鬆的 就夾出我們的夢幻腿線 好 然後呢 最後一個問題喔 也是我覺得很多同學 才會疑惑就是 其實這些書裡面的動作呢 從A組到E組全部加起來 如果每一組都只做 光是十到十五次一組的話 誒 好像就超過一個小時了 你又還要加人之舞 那不就是很長的時間嗎 誒 所以沒有認真在看這本書喔 我有跟大家說 請你不是每天從A到E 無論吞噪的所有動作都做一次 你的身體就會有感覺 錯 請你很認真的呢 選每一天呢 我只需要你燃之舞 然後加上其中的 可能A1加B1加C1 或者是只有E1 今天的狀況比較不好 B1加D1 這樣子就可以了 選你身體需要的動作來做 因為我們身體啊 還是會有延代性的 幫忙給你的身體實力的 所以呢 請你不用貪心 不用全部都做 因為那樣的負荷太大了 所以 你今天如果做了燃之舞 你覺得很累了 你可以再加上一或兩組的動作 這樣子就夠了 請你把今天所有理想動作的時間呢 把它最長不可以超過半個小時 最短呢 也不可以低於15分鐘 就把它調整在這樣的比例裡面 那以你今天的身體狀況來決定 你想要練的是腿部 隔天想要練的是肌肉 因為記住線條 它也是會有慣性疲乏的 所以你當你每天忙起來 不斷的只鍛鍊同樣一個地方的時候 事實上 它的線條並不會那麼的修長的漂亮 所以你可以選不一樣的部位 每天來做不一樣的搭配 請你牽挖還是那句老話四個字 不要貪心 因為適當的練習 準確的雕塑到你想雕塑的部位 你才有可能把你的線條練成 你被挑戰了 你更活了 你不能把你的線條進來 你射進去 你永遠地也有請 你會不會不斷 你不斷的